人人都渴望财富自由,那么有没有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变思维赚钱呢? 暴力赚钱思维,我们经常说,某某真有眼光,这是羡慕别人挣的大钱,成了富人。 富人为什么能挣大钱?因为眼光,而眼光来自何处? 思维,因为思维与众不同,所以才有了捕捉机会的眼光。 那么,富人有哪些比一般人或称之为穷人的思维方式呢? 一、做事,富人试试看,穷人等等看,富人做事敏于行,穷人做事敏于私。 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,富人会先做起来,而穷人则是观望。 二、决策,富人坚决果断,穷人犹豫不决,富人决策思想事,明可过错,不能错过。 穷人决策方程是宁可错过,不能犯错。 三、困难,富人找方法,穷人找借口。 面对失败或困难的时候,富人会千帮百计寻找解决的方法,而穷人只会找推卸的理由。 四、增收,富人讲开源,穷人讲节流。 富人财富观是旷看开源实现财富增长,而穷人不懂开源,只会通过勤俭持家,以期获得财富自由。 五、金钱。 富人靠借钱发展,穷人靠存钱生存。 对金钱上,富人不会放钱哈在银行账户,而是通过再投资,甚至借贷实现温血球发展,而穷人只懂得把钱存进银行吃利息。 六、项目。 富人先考虑机会,穷人先考虑风险。 一个新的项目,富人首先考虑的是机会,如何抢占先机。 穷人首先考虑的是风险,万一赔了杂败。 七、事业。 富人永不止步,穷人笑富己安。 在事业的追求上,富人很贪心,永不止步,而穷人则是很安心。 不求大富大贵,只想笑富己安。 八、信心。 富人说没问题,穷人说我不行。 面对挑战的时候,富人有强烈的自信,会说没问题,而穷人则是自我否定,会说我不行来逃避挑战。 九、钱卖。 富人之关系网,穷人之人情网。 富人的观念是人脉就是钱卖,赚于自己关系网打造自己的人脉银行,而穷人之旧的只是人情网,并不能给自己带来钱卖。 深,方法。 富人靠是挣钱,穷人靠力挣钱,富人善于分析。 犹如下棋走一步看三步,靠趋是挣钱,而穷人平于分析。 往往看到的只是眼前利益,所以只能靠立即挣钱。 交易系统,选股基本面选股,技术面全股。 买卖步骤,一,航行分析,上涨二,震荡三,下跌三阶段的哪个时期。 二,战户及心态分析。 一,心态平和,能紧跟市场热点,不急不躁,大市及个股判断准确,心态良好。 二,心态处于暴力后的看分期,信心膨胀,盈利运气不切事迹,对航行判断不客观,异乡情愿,幻想,失眠。 心态处于失利后的消极期,信心不足甚至低迷,怀疑自己的决策,情识起伏,易怒,患得患失,买卖平凡,无章法及计划可学。 一句话,作乱了,生活中有严重影响心态的事件,家庭及感情的发生。 心态浮躁,很多人误视这个影响交易的因素,其实这个因素对交易心理的影响最大,必须重视并解决。 分析盘中均架线的看点,盘中分析时,还应重点观察均架线,因为均架线对盘中走势的判断,具有凝确的警示作用。 均架线是指当月股票的总成交金额除以总成交股票数。 计算结果就是当月平均成交价位。 一,盘中均架线支撑时买入,投资者如果没有在开盘时,很好的把握到买入点。 那么可以在盘中时段及时发现,能够温和放量,并且股价运行于均架线上方的个股。 此时投资者就可以选择在均架线附近进入这类股票。 实战演练,在均架线附近获得支撑时买入,以3100600682的分石图为益。 从分石图中可以看出,股价在早盘经过一波上涨后,又出现下跌形态。 在10点钟过后,股价又开始上涨,呈现出横向震荡的态势。 在10点30分左右投资者可以发现,均架线对该股股价构成了强烈的支撑。 断线投资者可以选择在均架线附近处逐步满入。 从该股对应的K线图中可以看出,随后的几个交易日内,股价在继续上涨。 如图2-36所示,图2-36盘中均架线支撑的快点实力。 在盘中均架线,如果对股价起支撑的作用,保险投资者可以逐步满入。 然后在股价经过几日的上涨后可卖出,二盘中跌破均架线的看点。 如果个股的早盘是冲高,但到了盘中时走势却在不断的走弱,并且还跌破了均架线。 此时投资者就要保持警惕了。 因为在开盘时的冲高很有可能是主力的一个优多动作。 以吸引投资者做出买金操作,千万不要捂中了主力的圈套。 施战演练,在均架线附近跌破均架线水卖出,以中国被车61-1299的分石图为例。 从分石图中可以看出,在试点中以后,分石图上的股价跌破了均架线。 跌破均架线后,该股始终无法再次收付均架线。 短线投资者应该保持一定的谨慎,不必急于入场。 持有该股的投资者应该考虑卖出操作。 从该股对应的配线图中可以看出,7月26日冲高后,股价在随后几个交易日中走势平软,如图2-37所示。 图2-37盘中跌破均架线的卖点实力。 盘中如果股价跌破均架线,此时均架线就对股价起压力的作用。 表现投资者可以观察随后几日股价走势,如果平软可考虑卖出。 实力股票解套技巧被操之后,我们可以根据技术分析做出以下操作。 1. 套劳时。 根据图表分析,如果所买入的价位处在高位必须立即止损。 2. 如果所买入的价位处在中卖,可以依据当时的情况暂时观望,依旧的解套立场, 或者逢高减仓下低失。 3. 如果所买入的价位处在低位,则不必基于止损。 应该在所买入的价位下跌气稳之后,在重要的支撑位赶于低位补仓,和成本。 在接下来的反弹行情中将高位套牢的仓位一同就出来。 4. 如果所买入的价位的处在上升趋势,则不必止损。 5. 耐心的持有一段时间,必然会解套,甚至还会有较大盈利的可能。 5. 如果所买入的价位处在平衡正当趋势中,也不必立即止损。 6. 耐心等待该价位进入正当循环高位,一旦解套或者损失很小的时候,应该果断离场出局。 6. 如果所买入的价位处在下跌趋势,一旦确认下跌趋势已经停成,应该立即止损。 6. 绝不能换得坏时间存幻想,任何的取引和忧郁,都有可能换来深度的套劳难以自拔。 6. 传统散户的解套思路,10元跌到5元,涨幅50%,5元涨回来10元,涨幅100%,结论浪费时间,增加成本。 6. 是不是很熟悉,是的就是很多散户采用的方式,这种方式既浪费时间,又增加成本,到头来也没有赚,没有什么意思,还挺累。 6. 戒套的三大误区,5名被套劳分两种情况,1. 短期操作不利导致被套,这种被套很好解决,2. 股市大规模崩溃下跌,这种解套难度上升,一些误区又尽量避免。 1. 民死不卖,不卖就不赔,民死不卖,相信总有一天会上涨,盲目自信对于解套不是好事,军不见中国深游,中国中车,亏损的都是自己的血汗钱。 2. 李青看待涨停,情绪发炒股要不得,调整不好心态又退市,2. 越跌越补仓,我感觉最不实用的是补仓,全面崩排的情势下,补仓只能越套越牢,散户资金流限,这水又太深,稍有不胜利比其中。 3. 不受制止损价格,正是散户入股之后不断亏损的最大原因, 3. 很多股民把自己的全部身家砸向股票市场,整天如坐针战,精疲力尽,故事并非执着就可,没有止损就像玩火海里翘,还不知怎样自救。 3. 借套时注意,1. 被套的原因,是买出成本过高,只要能在比卖出时更低的价格返回来,那么,你就成功的降低了成本。 2. 借套要有耐心,只要能降低成本,凡多次做也无所谓,千万不要想着一步的位。 3. 换股要谨慎,切记不要重蹈覆辙。 4. 刘强施骨,换掉弱施骨。 5. 弱势骨的特征,如果大盘调,弱势骨就随着大盘回落,幅度往往超过大盘。 如果大盘反弹,弱势骨即使跟随大盘反弹,其力度也叫大盘弱。 5. 股票的生命值操盘线,深度解剖趋势交易。 6. 第一张图,趋势跟踪体系图。 6. 从市场,技术,人三个角度来理解整个交易。 6. 数,由百点拨断趋势仓来,最终真合到一张图,形成趋势跟踪的技术体系。 8. 从怎样经常,何时操作,怎样操作,操作对象。 4. 四个方面,制定了纪律,保证交易的执行。 7. 由军线,AVLMACD,活动指标来辅助趋势跟踪的操作。 第二张图,交易流程图,有了成熟的趋势跟踪系统,我们就可以按照下面的流程来进行交易。 7. 制定交易计划等待管理形成执行交易计划,整个流程也就三个步骤,定计划等待执行。 7. 其中正如科前所分析的,每次定计划和执行的时间也就一分钟左右。 8. 所以交易的大部分时间就两个字,等待。 8. 所以交易者最重要的凭据就是,耐心。 8. 所以交易是一件很轻松,但又很无聊的事,上面说的趋势跟踪的三步走流程,可以画成一张图,就是趋势跟踪交易流程图。 8. 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,装甲建仓完成并不等于会立刻拉伸,装甲拉台通常会建大盘走强的东风。 8. 已完成建仓的装甲,通常采取严谋利价位反复整理的姿态等大拉抬时机。 8. 因此,投资者看中某只股票后,要有耐心的等待主升航行的出现,与装甲一同分享丰收的喜悦。 8. 对于好容易才跟上的装股,大多数股民当然想一根到底了。 8. 但你需要名字的是,任何人都没有本事可跟装到底,而且也没必要跟装到底。 8. 如果能挣到20%甚至更高一些就可以凶手了,泰坦反而一套,在实践中,没有人能从低点跟装,高点出装。 8. 如果你能在三分之一处跟进,在81%、90%处走人,就是胜利,甚至在50%处撤退,都是胜利。 8. 因为散户投资者,既然无法在最高点出局,那么在次高点走人,见好就收,避开高出不胜寒的环境就是最好的选择。 8. 就已知道在于,耐心等待机会,耐心等待最有力的风险报酬比,耐心掌握机会。 8. 熊市里,总有一些机构,拿着别人的钱,即使只有万分之几的希望,也拼命找机会挣扎。 8. 以求突围解困,我们拿着都是自己的钱,要格外珍惜才对。 8. 不要去盲目策底,更不要盲抄底,要知道,底部和顶部,都是最容易赔大钱的区域。 8. 当你感到困惑时,不要做出任何交易决定,不需要连厂进行交易。 8. 如果没有适当的航行,没有胜赚较高的机会,不要勉强进场,不是入战场,资金就是你的士兵。 8. 在打方向正确的情况下,才能从容造投入战斗,要先胜而后求胜。 9. 不能先战而后求胜。 9. 投机的核心就是尽量回避不确定走势,只在明显的掌势中下注,并且在有相当把握的行动之前,再给自己买一份保险,只准没摆脱出局,以防自己的主观错误,做交易。 9. 必须要拥有二次重来的能力,包括车街上,信心上和机会上,你可以被市场打扮,但千万不能被市场消灭。 9. 我们来到这个市场是为了赚钱,但是这个市场却不是全自动机矿机,进入股市,就是要抢劫那些时刻准备抢劫你的人。 9. 股票投机讲究实际和技巧,机会不是天天有,即使有,也不是人人都能抓住,要学会分析自己擅长把握的机会。 9. 以己之长,公平之短,有机会就捞一票,没机会就观望,离开,如果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擅长什么,就不要禁止妄动。 9. 如果共有没有风险,主持劳前需谨慎,做交易,最机会使用压力资金,资金一旦有了压力,心态就会扭曲。 9. 你会因为市场上的正常波动而惊慌出局,一直之后才发现自己当初处于非常有力的位置。 9. 你也会因为数之于此间的使用时间,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孤注一致,最终满汉皆输,许多人情分好学,开口有江恩,闭口爱略彻,说对了,到处炫耀,亏罢了,以为自己血液不精,加倍钻研,时间之窗,窗越开越多,波浪理论,钱越数越少。 9. 最后把自己送的心里孤途,自己也听行不过来。 9. 要知道,所有的理论和技术,都是在尊重市场学士的前提下才能运用的好。 9. 如果总是长期挨套,只能说明你连股市中最基本的牛熊趋势都没分清。 9. 看盘看得在今,数字无限神奇,也不能改变你失败的命运。 9. 即使在出现一个牛熊轮回,套劳的依然还是你,还马头索罗斯,巴菲特呢? 9. 瞎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7N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9. 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。